食品加工与保存 新鲜的食物没有办法久放 保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于是乎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发酵食品 来满足食的需求 这个在研发食物防腐技术的部分 也是为了要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 那么食品科学其实就是认识食物中的营养术 认识发酵食品以及食品的保存方法 譬如我们在市面上常常会看到的臭豆腐 它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还有纳豆 瑞典的胭脂飞鱼 它基本上都代表了不同的食品保存的一个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发酵食品 什么叫做发酵呢 主要是利用酵素的催化作用 能够让有机物分解 产生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发酵的产品 譬如像什么呢 酒 醋 酱油 还有乳酸菌的饮料 都属于是发酵产品 譬如像酒精发酵的过程 就是先将淀粉水解 经过酵素的催化 分解出葡萄糖 C6H12O6 那么这个葡萄糖在经由酵母菌的作用 让它分解产生了酒精加二氧化碳 那这个酒精就是发酵得来的 那我们又说酒类 依它那个酿造或者是蒸馏的过程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叫做酿造酒和蒸馏酒 酿造酒包括哪些呢 如果是以穀物水果 直接经发酵产生酒精之后 直接制成的 那就叫做酿造酒 它通常呢 都会带有原食物的 原穀物的颜色 譬如啤酒 小麦做的都是金黄色 葡萄酒当中的白酒 是不是看起来也很像这个 比较是绿葡萄的这种酿造出来的 那红酒呢 就是红葡萄酿的哦 另外 还有一类的酒呢 是把酿造酒蒸馏之后而得到的 它的酒精含量会比酿造酒要来的高 因为酒精的费点比较低 经过蒸馏之后呢 可以提高酒精的比例 好 譬如像高粱酒 还有外国的这个威士忌跟白兰地 它们都属于是酒精度 含的比例比较高的 发酵的产品除了酒之外呢 还有醋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啊 你没有把它完全密闭 结果呢 你这个酒精跟氧作用 经过醋酸菌的催化作用之后呢 会产生了醋酸加水 所以同学如果自己在酿酒的时候 没有把盖子盖紧的话 很可能你就酿出了醋 而会有那种酸酸的味道 有人不喜欢就说它是酸臭味 那其实醋是常用的调味料 一样可以分成酿造醋 以及合成醋 所谓的合成醋 就是把冰醋酸啊 从用水稀释它 这个冰醋酸有可能是工业来的 那这个合成醋呢 直接用冰醋酸稀释之后啊 配以其他的调味料 再加上其他的籽类 去制成各种不同香味的醋制品 而酿造醋的话 是用糖类的穀物或是果实 先进由酒精发酵的程序 再继续让酒精氧化 而得到乙酸汗水 它是利用原料发酵成酒 利用醋酸菌 让酒当中的酒精跟氧 再继续作用而得到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老师要介绍另外一种 叫做酱油 传统酿造酱油的方法 是把黄豆跟小麦去蒸煮 去备炒 得到一个富含蛋白质的 氨基酸的一种饮料 不能说是饮料了 应该是调味料 那这个酱油呢 通常还会加入盐水 也会加入取菌去发酵 再经过压榨啦 杀菌啦 一定要澄清 要不然这个穀物的发酵 浮在上面 其实看起来不太好看 不过味道真的是很香 那天然酿造的酱油啊 摇晃摇晃之后呢 常常会有气体 难溶于其中而浮出来 而看到有冒泡的现象 当然酱油也有化学制造出来的 那就是直接利用盐酸 将黄豆分解 分解出含有氨基酸的液体 所以它是有营养的 那这个氨基酸的液体呢 再加入其他的原料 让它的色泽啦 让它的气味 接近传统酿造出来的酱油 所以其实很多人提上天然饮食 或许你取酿造酱油会感觉好一些 但是所有天然的食品呢 都是放腐剂成分会比较少的 一定注意要注意那个使用的期限 再来我们要说明的是乳酸菌的食品 它主要是以牛奶为主要的原料 利用乳酸菌的发酵作用 产生含有乳酸的乳制品 譬如像优热乳或者是优格等等 那这个乳酸菌的饮料呢 又可以分成活性乳和非活性乳 活性乳的话呢 含有的乳酸菌 有助于肠道啊 益生菌的这个繁殖 它需要冷藏在4度C左右 那有一些是非活性乳 它是瓶装密封之后啊 经过加热面菌 它可以在常温25度C 譬如像可尔比斯这一类的啊 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那再来呢 我们当然要注意 所有的生鲜食品啊 都会有标示保存期限 最好是在那个保鲜期之内就享用它 可是这么多的食物 其实一直也吃不完啊 所以呢 我们就要想到 有哪些食品的保存方法 那首先要想到保存的方法的话呢 我们先想想食物为什么会坏掉 那主要是因为在湿热的环境当中 食物内的这个维生物 它会急速的繁殖 就造成了食物的腐败现象 此外 食物中还有一些成分是容易受氧气 受水跟阳光的作用影响 而让食物变质 吃到体内的话呢 可能对你的肠胃产生不良的效果 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将食物进行加工 那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它不容易腐败 如果能够增加口感 那就是更好的啦 所以呢 我们在食品包装或是食物内 可能会做不同的处理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了防止的防止那个食品腐败与变质啊 你可以从杀菌或者是抑制维生素生长 防止污染去着手 那我们不希望维生物生长的话呢 你可以想办法隔绝氧气 好 那尽量避免日照 或者是呢 你让它干 也就是用脱水干燥的方式呢 让维生素维生物不容易不容易长得长得很好 这样子达到灭菌的一个效果 比较常见的食品保存法呢 包括的是密封的包装 好 有的时候我们放入脱氧剂 好 那有的时候呢 会用脱水干燥 还用降低温度 比如说放冰箱 烟漬啦 好 比如说泡菜之类的 或者是添加防腐剂跟抗氧化剂等等 那同学在画面上呢 看到的这个是石灰干燥剂 它是氧化钙 是可以除丝的 好 把食品包装内的这个水分呢 去除 当然另外还有这种是silica gel 就是细胶 也是做干燥剂用 偶尔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有 那个粉红色或是蓝色的这个粉末 来显示 这当中呢 吸收水分已经吸收到了多少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包装 高效能脱氧剂 脱氧剂内部的成分主要是铁粉 铁粉呢 它在食品包装之内呢 先把包装内的氧气给使用掉 因为铁它是可以氧化的 所以呢 降低食品包装内的氧气 而达到延长这个食品保鲜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整理一下有关食品的保存方法呢 第一个真空包装 有的时候你看豆干啊 把里面的气都抽光了压扁扁的 就是属于那个真空包装的方式 还有呢 可以添加干燥剂 在食品包装内部的有一小包 那要注意哦 如果是那个石灰的话 尽量不要让它碰到大量的水 它有可能会放热 更不要把它整个包装拆开 把粉末拿出来 因为碱性呢 那其实是有可能会破坏这个生态 或者是让你自己的手部受伤 再来降低温度的部分呢 最常见的就是放到冰箱内 冷藏室啦 或者是冷冻库啦 都是一个方法 之外 腌制的品 腌制产品 除了刚刚老师举例的泡菜之外 果酱类也是属于腌制的方式 来延长这个水果的这个保鲜 也不算保鲜啦 就是这个延长这个食物的 保存日期 再来添加防腐剂 譬如像我们看到有些食品包装上面 会著名品名啦 原料啦 还有添加物 添加物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脊二锡酸 夸糊 防腐剂 当然含量是不能太多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那再来的话呢 老师在网路哈 网路上面找到小松 无氧化学 部落格 这里有参考网址 针对这个食物的保鲜的方式呢 整理出了优点和缺点 所以除了老师刚刚介绍的食品保存的方法之外呢 譬如像晒干啦 是属于利用干燥的原理脱水 让维生素那个没有水 活得不太好 再来冷冻的话呢 有时候是利用低温杀菌的方法 那冲淡的话 当然就是隔绝那个氧气了 目的是在那个降低食品包装内部氧气的含量 真空包装也是如此 另外高温灭菌 也是利用高温来达到杀菌的目的 譬如像哪一些呢 罐头食品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此外在包装内放脱氧剂啦 或者是用酒精灰散剂啦 达到抑菌啦 杀菌保湿的效果 但是因为它有酒精气味后 现在是比较不常用在食品类的 那这个网站呢 欢迎同学去看一看 如何进行食品的保存 今天有关食品加工跟保存的部分 就讲到这边咯 方文字幕作为нос品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